苏贤昌一大早就大动作到台北港试查 不过莱猪用船运最快也要一两个月之后才会到港 运长到底要查什么也被轰说是在作秀 而就算查到莱猪 政府也没有要表示来劲 篮尾怒批根本就是打假球 衛福部财政部经济部长统统到齐 陪行政长苏贤昌大阵仗到台北港试查 问题是莱猪坐船最快也要一两个月之后 才会到港 苏贵一早就去查是要查什么挨红作秀 这个动作真的是打假球 苏贞昌他就是带着大队人去验尸而已 他去验猪肉的尸体当然是作秀 有人说我今天是来看莱猪 不是 我是来看检验的整个准备跟程序 郑运放话说进口猪要逐品验 但光是1月就有31个庄载美猪的货柜进口 算一算至少589吨还有30月龄以上的美牛也要验 除了海关验货是要属食品检验查来计 防检局检疫过三关重抽查改竹批验 业者说根本不可能 边境增加了查验能力21人 有本来的81人会增加到102人 只增加四分之一的人力到102人 但牛猪都要采样 进口猪更可能在风头过后大举入台 查验恐压垮边境人力 荒谬的是入关后也没有标示 就算查验倒有萊猪 因为你不标萊猪 茶也是白茶 为了萊猪查验 未付不增加3.2亿预算 花钱查萊猪却又不标示 难道只是要告诉民众 你真的有吃到萊猪 记者黄明君臣敬以台北 萨博博斗 大家好 大家好 感谢观看